欧盟13号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展开反补贴调查后 中共商务部14号指责欧盟 称调查将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不过法国经济财政部长勒迈尔15号表示 欧盟代表一个强大的大陆 不能惧怕任何国家 中国影音社群平台TikTok 15号被欧盟资料影子监管机构开拔3.45亿欧元 约薪台币117亿元 原因是未能保护儿童影子 儿童注册TikTok账号被默认设置为公开账号 此外在注册和发布影音时 还诱导青少年用户选择更多侵犯影子选项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欧洲零售巨头加勒福 今年以来纷纷关闭中国各城市分店 继广州 上海深圳之后 北京最后一家加勒福14号也吹席灯号 中国的加勒福在6个月内关闭了106家 其主因与经济不景气 经济增速放缓 民众购买力下降有关 路透15号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表示 台积电传出已通知 包含艾斯摩尔在内的主要供应商 延后高阶晶片制造设备出货 消息人士还称 台积电正努力解决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晶片工厂 延迟投产的问题 对此台积电表示不对市场传闻发表评论 请讨人甲台电视真理报导